这段时间如果在国内大家都能看到 就特别在知识界里面 这个方面反映的特别激烈 就是说出现了很多告密教授 告密那个老师等等这种好像听起来很可恶很可恶的告密者 那很多的文章自媒体呢 都出文章来去评激批评甚至谩骂这些告密者 那这些告密者呢就巴不得把告密者打入十九层地狱了 巴皮吃肉反正把它灭了 就大概就是这些气氛了 非常之仇恨的告密者 所以我们认真的想一下 我也看了一些另外一个角度的文章 他的看法呢就说 这个告密者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恶 那告密者是真的可恶呢 这一点呢我们值得去探讨 因为告密者呢 对我的告密者本身和被告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很多时候你认真去看一下 比如说学生去告老师 或者学生去告某个教授 对吧 他似乎是没没什么很很直接的关系 那主要的关系是 应该是被 就是说被告的人和想迫害这个被告的人之间有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告密者呢 其实比如说大家想想 告密者像学生 这些告密者他本身他并没有 他手上并没有刀 也没有手铐 也没有工章 也没有工器 是吧 但实际上这些人是没有执行力的人 如果是说有工器 有工权 有执行力的人 如果他不想去迫害某些人的话 其实告密者是没有意义的 就没有什么作用 那这点呢大家可以认真想一想的确是这样 就说为什么在一些很特殊的时期 比如说古代的文字域时期 有这么多告密者 然后呢在文革的时候 为什么也有这么多告密者 就因为他告密了以后 就说他被告之人和想迫害这些被告人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那告密的人就有意义了 这这告密实际上呢 那告密者是被他背后的公有公权力和公器的人在利用的 那现在呢 反倒现在这个时代来看 已经到了2020年了 那现在呢 为什么告密者又开始盛行呢 按道理 告密者应该在文革过去以后 就不太有意义了 文革的时候呢 中国也是盛行告密者 那现在呢 到了这个时代 大家也知道 现在我们路德一天到晚都在讲 就是文革2.0 那这样文革2.0 那就等于又有告密的意义存在了 大家没听到我后面那个小狗在咕噜咕噜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也是一样 就是说现在的时代背景呢 已经开始了 文革2.0正式启动了 现在呢 告密者呢 又开始有他的市场了 主要原因是 有公权力的人 想去收拾其他的一些人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告密者的市场 那比如大家举点例子看吧 比如说美国 美国告密有用吗 比如说假设美国经常 你去我们喝酒吃饭 吹牛逼的时候去骂总统 然后你去告密 有用吗 因为美国 他的公权力部门不去惩治这些骂总统的人 所以告密在美国就没用了 那比如在北朝鲜 你如果你瞎着去骂几句总统 骂几句他的金元帅金将军 那不得了了 你可能可以要领个命 那这个时候呢 告密者就很有意义了 那这一点呢 其实我是有一个故事 在我认识一个中科院的老专家 他曾经去支持过北朝鲜的一些很重大的科研项目 然后呢 他有一次呢 他跟一个北朝鲜的科学家在聊天 然后可能学者之间聊天吧 还是深层次一点 在聊天的时候呢 他就批评了一下 当时的金日成政府 那时候是金日成政府 然后呢 不小心呢 他们讲话交谈的时候呢 忘记了他的儿子放学回来了 听到他们讲的话 然后呢 他们就朝鲜对方的这个科学家呢 就怕他儿子 因为他儿子就陷入了一个告与不告的这个境地 不告他们 就对不起他们的统帅 告他们呢 又伤了亲情 然后呢 现在他的爸爸呢 就是那个朝鲜科学家呢 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 他们和这个我这个中国的朋友 就想要不要的 他在这些人 他都做了这个 他会不会跟他了 他说 他就会给你 做的这个 是什么 他就像是做的 就像是一个人 他在那里 他就像是什么 他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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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